中文大學人類學系譚小明副教授指出 有很多移民的港人,其中不適合學外生活 首先的食線就是酒樓,而不是茶餐廳 而最會普遍都是酒樓 由客來香港一定會吃酒樓,但一定會吃茶餐廳 女法國都說茶餐廳是最完美的中西飲食文化更好 所以有方有沒有數據說是有方一定會去茶餐廳去酒樓 有方每一天三餐都去酒樓吃 不,那你會不會一天三餐都去茶餐廳吃? 我可以的,酒樓有什麼? 酒樓除了早餐廳一樣是午餐廳和晚餐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茶餐廳是常餐,有快餐 那為什麼不可以一天三餐都去茶餐廳吃? 那你覺得你去茶餐廳就可以體驗香港文化嗎? 去那裡只有一個食字 我跟你說有卡座,有地磚,有寥寥俗的鐵風扇 這些不是代表香港文化嗎? 你去酒樓的雕龍,雕鳳,石獅子 你想想聽廣東而不是香港的就這麼久 亦及月光家的阿琳之家 阿琳涅 我今日给她的主席 来自严谨的流浓师同学 坐在我旁边的计前 来自月光的意思同学 现在我介绍商与的面举 首先是严谨主编 海南 藥方第一副面 歐陽和喜 藥方第二副面 宋文 藥方第二副面 帝國欣 以及藥方四面 藥星 藥方第一副面 藥星 藥方第二副面 董事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三位評判女更強 我們分別是香港大學園業練練隊隊長 姜天鑑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練練隊長 姜天鑑先生 拍檔中文大學見論隊前組長 林肯小靈 本場比賽分主編 封建一庫研究自由言論級決定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 3 3 4 封建急迴回光兩分鐘 自由言論急迴回光三分鐘 本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會有一丁的提示 時間結束前30秒會有兩丁提示 超時10秒會連丁幾下 詳細地賽歸以英國本身國生產學校 如果比賽天間出現任何問題 我和計時府會暫停比賽加油三為零 即場賽中才決 請問在座各位有沒有問題 好的話 現在有請教官主便發言 理由4分鐘的發言時間 最後各位大家好 先來聽見提示一下 一 文化 正如香港現在學院中間禮拜六所指 文化會體驗在我們社會和生活的人類之中 而在香港不少和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 所以食物都是由外地人類之後再添加本地元素 轉變成香港文化 二 韓文街 韓文街的主要客戶 包括當地人和海外香港人 面題是越多能韓文街開啟餐廳好些 而代表香港文化是一個先決條件 但不是唯一一個考慮因素 因此 韓文面題除了比較狂的更具外表性 越來越火柳蘭經營餐廳需要考慮的因素 例如對食譚的吸引程度 我封問點有意 第一 福開層面更廣 宣揚香港文化 去堂街的我六人必須會熟悉香港 而一間更具代表性的食市 可以更有效地去宣揚香港文化 展開飲食文化 茶餐廳有菠蘿油 港式奶茶 酒樓也有點心 不少菜 而廉登雜誌均2020年的調查發音 香港本地人認為 最能代表香港的食法是點心 燃燒茶餐廳食品 可見 在飲食文化上 酒樓的這些茶餐廳更加難代表到香港 再看看其他方面 原來香港歷史的組織升式在意出 茶餐廳的定位是平衡化的飯堡 除了食飯沒有什麼其他地方 只是可以反映一個復活的文化 相反 酒樓風能多元 除了平時喝下茶 並且結婚大壽這些大寺的慶祝場所 例如多倫多和人家的港式酒樓 去浩平海鮮酒家 就是當地趕人大舊的遺憾地方 體現了厭惡文化 酒樓也會持有其他娛樂 例如被人打麻將 甚至有名曲表演 微博波士等和人家的隆堂酒樓 就會定期舉辦 共欣賞文會 給富客欣賞月福 將香港的娛樂文化宣揚出去 可見酒樓複菜 飲食 宴配 娛樂 等等文化 比茶餐廳更加傳言 難怪 17年中文大學的調查檢視 超過六成外國人 原來酒樓最能夠為了香港文化 你們茶餐廳 香港人覺得酒樓更加有國小聲 澳國人對酒樓人對更深刻 有方猶豫檢論證 茶餐廳會在宣傳方面做得更好 第二 用餐廳就交街 營養海外港人 除了鮮人文化 在茶餐廳的另一個目標 是非常多地的人 曾經帶人女學會譚少爺文副教授 出香港人移居外地之後 為了台灣不安和私鄉之城 會去茶餐廳和環過去 同時用機會集中在當地生活的其他香港人 但茶餐廳用餐廳手編快 是促成文散的作表 正如選舉委員會勞工界委員 曾經梁所指 香港的茶餐廳由哪餐到上菜 都不用十分鐘 節奏促速 食物就要立即離開 食客難以門上交流 上散 走路用餐節奏交換 食客和親友 甚至是隔壁的學生人 都會有充分時間去交流 難怪 中文大學和女學系 在悉尼的調查面前展示 中文的香港人是藏人間 無論是一年來過去 和朋友聚會 還是意識新朋友 首小的食肆都會是博式酒樓 而不是茶餐廳 而酒樓更加是他們 認識多謝其他香港人的主要採訊 可見 酒樓整起茶餐廳更加為促一 即刻 最後想問有方 酒樓和茶餐廳各地或鎮之處 你要用甚麼標準 來討論哪一個文化 這麼正一場呢 多謝各位 先訂閱兩大便提指引 第一酒樓和茶餐廳 一般而言 酒樓規劃交代 在傳統節日和婚園場 因此菜食亦以精緻告斷為主,消費搞鬼 而茶餐廳則相對規模交際,是市民日常飲食的場所 食物亦以添加民理為兴 第二,唐人街 友邦剛才只是說,唐人街有各種美食點心,非常熱門 也有各種活動和娛樂,所以代表香港文化就要開酒樓 但友邦這種說法,其實放諸國外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吃 你不一定要開在唐人街 因此友邦土裏面是不能夠抽離唐人街這個問題 而日本足波大學人民地理學名語教授山下青海之出 唐人街其實有兩大功能 第一,第二功能,移民的華人初初到補,往往收由較低 所謂人力亨之為了互相有個知音,於是就聚首一堂 總之形成了唐人街這個話口,在裏面開始中式超市,中餐館等等 第二,旅遊功能,隨著唐人街發展越趨成熟 由於是當地熱輸一家,於是就逐轉為唐人街 因此,行量變態,除了要看酒樓,還是茶餐廳及 代表香港文化,也要考慮誰能夠對應唐人街的兩大功能 而我當政策於方變態,原因由二 第一,從備不功能意義,茶餐廳更適合移民華人的需要 一般意義,剛剛移民海外的華人收入到較為微博 根據英國慈善組織議員的數據 有三成已經港人的古州駐戶收入低於500英鎊 原低於當地中位數670英鎊 同時,更加有三成已經港人仍然失業 因此,對於移民華人而言,價格商業的食物就由為重要 而根據香港方便營商資訊協委員會的數據 中式的酒樓年積比茶餐廳大折四倍 自然酒樓的人手和租金都比茶餐廳多四倍 而酒樓為了維持利益,就會將食物價格調高 例如,英國的民興酒家的茶餐廳 就被其他茶餐廳的茶餐廳毀一成 因此,只要貼合移民的華人需要 就領開茶餐廳,令他們可以用商業的價格品 去到家庵而成 第二,從來有功能意義,茶餐廳行為更廣泛的範圍 旅客落至五湖四海,需求亦各有不同 因此,唐人街所提供的菜式領更多元化 只能夠吸引遊客,而香港本身是移民城市 本身有不同的文化會經營墜居 因此,香港文化本身竟具彈性和花園島 顧著了各地的文化,正如中大人物學系 是主要麥高登指出,香港是一個文化超市應有盡有 第二,酒樓菜式雖有變化 但帶來離不開粵菜和粵菜,以種菜為主 同時,這些菜式在廣州、深圳都能品嘗得到 因此,酒樓菜式其實比較單一,並不具有同特性 相反,茶餐廳比起酒樓 所代表香港文化更為豐富 中西合璧之餘,亦兼具日韓、南洋等地的美食特色 例如,鞄氣中西合璧,就會有叉燒湯意粉 將西式意粉和中式的叉燒融合 講日韓料理就會有海鮮炒日本燉 又或者是蒸醣早食的沙爹偶面 可以和唐色新南洋作配搭 至於南洋料理,就有自創出的 咖喱粉炒成的聖州炒米 可見,茶餐廳菜式比酒樓更多元 更能表達多元會增的香港文化 因此能吸引旅客 最後,賞運有幫 統統以唐人家有備護 女友會提供 多謝大家 謝謝 請問相關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 要請問是在中間公園分數 特別是認為為了 特別留意是公園分數 並是反光分數 第一架硬化年次序 為了市民方分數 請見公園分數 現在請公園分数 請搖雙建公園分數 請你自由選擇 為了公園分數 方便停受得收 請可維integration 在台前 現在方向前開線 你有兩分鐘的時間 有可能說香港走路的台車比較單一 是 但是其實香港走路的台車 都有做到中西合璧的 例如牛洪品松露餃 例如牛洪品松露餃 這些例子不是中西合璧的 請問有幫同學 這個菜式是否源自於香港 就是因為例如牛洪品松露餃 牛洪品松露是來自西方的 那是中國的 那為甚麼不算做到有中西合璧的 剛剛有幫同學 只是叫出了其中一項菜式的例子 一項菜式並不喜歡象徵 全都在香港 你要多些例子我就給你 例如是蜜糖教育金黃璧 那債務占領日本的 蠔糖占領中國的 還有 例如是 那個 海鮮沙律 那沙律都是來自外國的 那這些不算是嗎 有幫剛剛舉出了這個例子 我相信在除了酒樓的一類的傳統 即是在其他不同的種類的食品 都可以吃到 所以有幫就承認了 在中西合璧方面 酒樓和茶餐廳都一樣有做到 那之後想問有幫酒樓和茶餐廳相比 它的用餐是快還是快 茶餐廳相比酒樓用餐又快 更加接合港人快捷的生活節奏 但是如果你在茶餐廳吃飯的話 如果你可能還沒吃完的時候 店員已經不會降低酒樓 請問在一間餐廳裡慢慢地吃 是不是一個香港文化的進食 那但是想問你 如果你覺得香港人想再聊天的時候 會去一間市場快點還是慢點的餐廳呢 但是香港人慢慢地聊天 並不符合香港一個比較快節奏的生活 但是中文大學就不會獲替譚少明 但我都指出了 多謝各位 請問有個頭髮 你剛才 You are a beautiful 請問我 要去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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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署名的時候 酒樓有很多人想說要入擺營會 你又可能說不是入擺營會 那茶餐廳是做甚麼 茶餐廳就是因為符合了香港人派出的節奏收穫 才要問他們的意思 那不是茶餐廳 可以讓酒樓的家有一個受惠性貸 派出用三公斤進去茶餐廳的額外 但是這個文化可能會帶給你 那我又想問你了 現在在說 鴛鴦在香港和入鄉的地方有嗎 有一個不錯的 現在澳門和其他地方 這就是因為香港傳媒 它關於港式茶餐廳的生意做招牌的時候 那為甚麼不是香港的茶餐廳可以輸出好其他地方 所以竟然提供到香港文化呢 我又想再問一下 有可能認為茶餐廳和酒樓是誰的一路亂化 酒樓 為甚麼是酒樓 現在在說茶餐廳 我們不只有印度 我們可能有日本的烏龍 有韓國的新南邊 全部都可以混合的時候 為甚麼不是茶餐廳的一路亂化 試試試看 那是茶餐廳的一路亂化 但酒樓有越來越來越多嗎 我酒樓又怎會有越來越來越化呢 現在可以食肆 我現在不是有越來越來越上廁 那如果一個食股可以包含 那是香港文化嗎 但現在在說香港人 可能在吃午餐的時候 你會去吃午餐去吃卡拉OK 那可能可以吃飯之後去上班 現在香港人不用上班 那現在是唐人街 唐人街 唐人街 但現在在說唐人街普遍的收入 都是比那裏的收入 數量是低的 那為甚麼不是開茶餐廳 因為當地的經濟作用 現在說明天酒家的茶餐廳 貴時茶餐廳是一成的 那只是一個其中的例子 一個其中的例子 那好吧 那茶餐廳 可能走了 很多茶餐廳都貴過茶餐廳 為甚麼茶餐廳都吃到那樣的東西 不是茶餐廳是貴的 那你說的還是一個茶餐廳的 差小飯就好了 現在就放了一個茶餐廳 一個茶餐廳 一個茶餐廳30分 30分茶餐廳 可能都可以少一碗 而才會放了 現在都變化 那裏有加工 現在裏有加工 裏有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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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加工 聽… 家晨廳 買衣服 因為香港人自行剪髮 酒樓是由廣東傳染的 所以產生更加具體的特性 但香港的酒樓同樣是自行研發新的採取 不如是物行界的更好的 黑枝牛鷹纖紗粟 牛肝擴充骨架 因為香港人自行研發新創髮 而香港人自行研發新創髮 而香港人自行研發新創髮 令人自行研發新創髮 令人自行研發新創髮 剛才有幫我調查餐廳 但有香港價格的所謂的物法 為何調理物品就是香港的物法 為何有幫助建築園也沒有解釋 再者 餐廳的物品 會經過當地的經濟和健康 因此茶餐去到外國界線的覆覆性 經過食評家Marina 幫過英國茶餐廳後指出 茶餐廳一日大概300元港幣 那怎會隔離物比 而我方的比較重要是全正 食市這個地方單止透過食物 還可以透過整間店舖的房間隔 被人享受香港的文化 既然我們並不開一間食市 就應該看看酒樓 還是茶餐廳更加需要這間隔 有方的茶餐廳文化全都是飲食 你要買方來開單店舖 想買飲料都可以放去超級市場買 不一定要有間食市 相反 酒樓裏面的主要以打麻油擺酒 交易文化回組一堂 一定要有食市才做到 可見酒樓更加適用到食市的方法 和價格來宣揚文化 開茶餐廳外國人只是認識到香港的食物 開酒樓外國人認識到香港食物之餘 更見識到香港生活的其他方面 包括娛樂、聽、訓練文化等等 體驗原來的多一點 懂得更加欣賞 會不會更深刻 剛才酒樓承認了酒樓有娛樂活動 例如是語曲表演 是代表到香港娛樂文化 但它實現不是更加欣賞 如果一間酒樓都做了 才叫成立了檢體 那有方你提出的茶餐廳特色 例如是飲食文化 是否一間茶餐廳都做到 事實上每一間酒樓都有自己的一副營的主意 有方要求全部酒樓都做 一間並不合理 並不合理 而這條檢體是在一個價值的情景 今天我開始論定了我們的方案可行 就可以論定了檢體 我們見到美國科士管理 交流和酒樓 所以他們是舉起完 跟上萬會 跟顧客跟上去 將香港娛樂文化宣揚出去 想問有可 為何我們不可以參與 這條檢體 我們不單要向外國宣傳香港文化 還要成全 香港人移民之後 很難過 成立國人 次Ó角 現在是粵光第一副營 你有30分鐘的時間 大家好,右方今天就說,在英國開茶餐廳有沒有餐具收300英國呢? 但現在來看,他們要收英國,洗英國嘛 其實今天如果兩間可以開,當然最好 第一次可以開一間,所以面題最核心的問題是在於酒樓還是茶餐廳更能代表香港文化 有方就說,酒樓又貼心,又有寧願文化 我都不反對,他們都是香港文化,但又是否香港獨有呢? 酒樓練乙月菜為主,好像他餃、蒸魚,這些魚子香港有 當然是廣東和和西都有,所以如果其他地方都有,酒樓是否只是代表香港呢? 請問有關,茶餐廳的港式奶茶,西多、瑞士和蝶頭髮都在香港都有 為何不能這樣做一筆呢? 完全都說了,香港文化呢,怎麽是多元? 有方說走路可以多元,好像蜜糖、芥末根桃卷和海獅沙烈卷那些 但香港文化是從來都不像中西合的那麽簡單 而是會出了各國文化,好像茶餐廳的奶茶或者波羅人 融合了廣東和英國的文化 又擦日本公仔麵,用咖哩粉炒入聖酒糖味,習慣交纏大食,而再經擦餐廳果糧 走入一般的中式菜式,又完全不夠香港呢? 除了要更具代表性,都要提顧顧客順利些嗎? 也要顧顧客方為兩班人,第一,遊客 他們想知道香港餐廳和中國餐廳有什麽不同? 想問香港的商賣和廣東和消賣有什麽分別呢? 我個人進入一間餐廳的裝修,究竟是港式還是中式酒樓呢? 更深,見到更多中式菜,遊客會不會將香港文化定義為和中式差不多呢? 想反,茶餐廳的豉油西餐,就用中式方法去烹飪西方菜式 加拿換成獨一模一樣,香港人食文化,好像意粉本身都是西餐食材 但加入中式豉油去炒,甚至有跟餐廳、牛油麵包 因為他們參考西餐有菜肉餐湯 但一次過上,為什麽不是遊客一看就知道是香港的呢? 茶餐廳的花磚地板、天花屋線、鑽老香港食品 為什麽不是令遊客分知香港是怎麽樣呢? 所以遊客來香港,不一定會吃酒樓,但一定會吃茶餐廳 例如我所說的,那位女伯仲都說,茶餐廳是最完美的中西飲食文化交換 第二,華人,由我今天沒想過,唐人家本身的中文是被移民華人慰露 本着日常需求,根據亞洲社區法庭公司二年的數據指出 美國唐人家的華人家庭每年平均收入比美國人足足低了四倍 怎麽一說了,茶餐廳濃酒樓,學家餐一吃 反而有一個華人經濟的餃 又怎麽一吃得起茶餐廳濃酒樓呢? 根據至於港式人民消息檢查 一百成香港人不可以去茶餐廳 每隔一天就會去一次 但酒樓是每五天才會去一次 當他們去那時,茶餐廳又不會足以百成的需求呢? 純人大學社會系教授陳倩指出 90年代末期,香港人如文向溫多華、多倫多居 才選擇去茶餐廳 如果應該開酒樓為何以前港人如文第一間開茶餐廳的酒樓呢? 拍攝所有人 拍攝所有人 掌聲 謝謝 聞聲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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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各位大家好 我們先由三個方面去觀察現場 首先回應有幫一副一副強調在這裡 酒樓沒有中式合璧都擦探機有做不到 其實酒樓一樣都會有中式合璧的食物 例如西米蓮蓉獨布甸 以及中式的蓮蓉西米和西式的布甸 以及獨的空間探陰方法 例如牛肝和松露餃 這些我剛才在東面環也有講到 再者中式合璧不是一個靈教性的因素 即使有中式合璧都不能代表茶餐廳勝過酒樓 酒樓和區別都做得更好 更加全面 比茶餐廳更加令人了解到香港人的生活面貌 所以酒樓的論點並不成立 第二 全面性 酒樓對茶餐廳更加能夠全面發展香港的文化 即是更加值得在台人街前立 有關同學剛才承認了酒樓是可以做到娛樂文化 所以其實有關都同意茶餐廳一間餐廳 酒樓一間餐廳已經可以代表到香港文化的不同方面 比茶餐廳更加全面 第三 營造海外港人 要宣揚香港文化不單要透過食肆的美食或者裝修格局 還可以透過這間食肆去凝聚到的香港人 搭檯的時候 多些人可以直接跟這些海外港人去交流 了解香港是一個點的地方 又或者看到庫台裏的香港人互動 會感受得到他們的語言 寫家文化 現在無論是學者 海外港人 或者食肆老闆都跟你說 酒樓更加吸引得到更多的海外港人相追 是否可以做到更加好的宣傳呢 酒樓能夠令到海外港人團聚 最近一直在台人家開設 有方同學今天終變環節 無法交出一個回應 反映到有方都承認了 酒樓的經營服飾慢些 可以坐得久些 以及可以認據到海外港人 有姓方人 difficulties 多少 挺不錯 賤奉 曲行 除可 出財 返 大家好,剛才一夫問過你90年代移民去外國的香港人 為何多數開茶餐廳,有可不認都不敢認 就是因為那些外國生活的壞人知道甚麼才是最適合他們 其實環顧前場有空只是在外國開一間酒樑保住 可以認罪他們,但從來都忽蝕了康人家的酒樑 市場都說過康人家的主要服務對象和壞人 但他們的收入普遍較低 不止處面的英國、美國、例子、外連溫哥華、唐岸街的普遍華人 收入都低於平均公司五成 反而當他們收入不多,掩飾起菜式精緻的酒樓 所以處面說了酒樓和茶餐廳面積相差三本 要的人走更多,有方覺得這些成本不會轉嫁給消費者 還是覺得開酒樓要的人和茶餐廳差能多 難怪一夫跟你說了大家一生五天才去一次酒樓茶器一天吃一次 只是因為茶餐廳不適合市民的要求 有方的主便跟我們說 在類似的問題要在經營利署 但後床已經完全沒有提及過這個論點 都知道在台人家經營酒樓太貴、人工太高 租金都比不起的時候 消費者就要承受這種成本 所以有方經營利署已經不具備 如果前一四十一節又不敢提 其實有方今天很搞的 就是推銷酒樓的利署 他講的第一個利署 有沒有不停拿這個文堂價的金圖卷出來說 所以有方拿一個個別例子 就當一個酒樓有多少這樣的菜式 再講多元的文化 是否只有中西兩個文化呢 茶記有印度菜、東南亞菜 這樣的文化含量 為何不會比理方所說的中西文化更加多呢 有方有跟我們說 第二個利署 說熟悉酒樓就可以達到宣揚目的 但其實現在看看茶餐廳不是改人熟悉的對象嗎 每一個街道你都可以找到茶餐廳 甚至給了一個番名叫茶記 這個難道不是香港人熟悉茶餐廳的特色嗎 有方說 第三個利署 原來菠蘿油 可以在麵包店買酒 可以在街市去沖 但其實沖出一間 首先看茶餐廳吃到的味道 肯定是否一樣 再講了 原來有個跟我們一起拿一個燒賣做例子 酒樓這些真摯的燒賣 在行校小賣店都可以吃到 甚至更加便宜的情況之下 有個跟我們拿這個例子 就是去講一下自己的字架最棒 其實講了這麼久 香港文化的東西 甚麼是香港文化 香港科技大部分的問題 就是香港人說過 茶餐廳是香港精神的象徵 好像靈活主世的風格 善醒的智慧 中西賈交流半堂分析 一定居存的草供 但草供問題味道 法文又方 走來又象徵著香港人 甚麼特色的文化呢 難怪救聯法 難怪到是我的 搞論壇都是以茶餐廳為餐廳設計 以卡位做主店和餐牌 提供菠蘿油 鴿蝦 這些用不只是茶餐廳 更加香港獨得文化 獨得文化嗎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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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某方發言時間用了 本人將會宣布另一方成員時間 當某或自由派出一位百方位便員發言 而某一便員都必須在虎岸市發言 如虎岸市迅速時 在場人士發言有便員從未發言 可的場體出 甚至的話 該便員所屬一方 將會被護理評判扣除5元 詢問相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自由派出一位百方位便員發言 在2017年中文大學有調查 有六成二的外國人覺得飲茶最多代表香港文化 有方同不同的酒樓比茶餐廳並不類類型 我問香港飲茶一定是類型的文化 這些類型是原食酒樓比類型的文化 我問你 知不知道茶餐廳和酒樓比茶餐廳更多 原食茶餐廳你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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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食茶餐廳就有很貴的 成口和酒樓都要很貴的成城 他都實際上是類型的文化 有多少呢 原來這間旺角云本大酒樓的經營人 跟你說了他開四層 只有一層是用到的 這個收益是不是足夠蓋過他的租金呢 你今晚回來 原來他的面積這麼多 再放收價到高一成 這個是不是先貴的買單的情況呢 好了 有方剛才有台語 給多謝說 香港人會去唐人家 那有沒有想過外國人去唐人家呢 外國人當然都會去唐人家 而外國人去唐人家 是不是一定會去酒樓 他們去酒樓 是不是一定會想到香港文化而非 港東文化 那剛才有幫我吃的 如果茶餐廳是快的 那你是不是只想去人家吃東西 然後就這樣體驗香港文化 差不多我們說了茶餐廳 就是港式快餐廳 快就是香港人 大家憑啊憑啊 這些大家繁忙的香港節奏 再適應那裏的華人 還可以讓遊客體驗香港文化節奏 這個難道不是香港文化嗎 好了 有方剛才就說 華人的收入比較低 但其實外國人都會去唐人家 那他們是想體驗中華文化 那想問有多少人會在 想體驗文化的同時 也都想省錢呢 所以有方剛才已經承認了 我們說他們低 那個當地華人消費是消費元氣 而當地最好多都是華人 好 慢慢來遊客 由下方便他們過去 是不是一定飲茶 飲茶是不是一定代表中華文化 你又是否一定代表中華文化 你還未認我 是否已經承認了 或酒樓不一定可以讓外國人 想到香港文化 那你是不是就是 這些外國人 第一印象就是 香港人是快 也有服務差的 這個就是香港的獨特文化 快而服務差 現在跟你說回來 原來酒樓都可以 都可以試應上菜 去拿回顧下 這個服務是不是好 好了 好了 我們請回食評網站 興趣結創人 David 指出 香港茶餐廳的節奏很快 會被適應趨距落單 這種文化衝擊令它對香港流化的陰影 出生文化的背後 是否代表最香港人 無奈承擔和人情的價值 有方是否會因為這些價值 而感到自豪呢 有方有方有方 因為服務態度差異 去吃茶餐廳 而且有方知不知道 茶餐廳還是酒樓 會將成本價值化去消費人身上 有方說 華人會消費而不是酒樓 但其實 英國的情形家 都有光臨英國的茶餐廳 就說了茶餐廳有歸消費 大概是300元港幣 供英國都便便宜嗎 有方說英國是賺英國 賺英國是賺英國 但是他們賺英國是港幣 你願意說回英國的錢 給大家聽聽聽 最後 想問有方 香港人會選擇去一家 用餐程度快的 快的更慢的餐廳聚會呢 香港人當然會選擇 香港人選擇 最會可能會選擇慢 但一定不是酒樓 可能未必是酒樓 但香港平時有 是要上班的 那些上班的時間 是否無能鋪圖和人家 酒樓大約 有方說你會回應 但實際上 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譚小明副教授指出 有很多移民的港人 最初不適應可愛生活 首先的極限就是酒樓 而不是茶餐廳 而最會普遍都是酒樓 但是現在說 由客來香港 不一定會吃酒樓 而且你都不會每天三餐來吃酒樓 所以說 由客來香港 不一定會吃酒樓 但一定會吃茶餐廳 對方說 茶餐廳就是最完美 中西飲食物大家會要 所以有分有沒有數據 說是有分一定會去茶餐廳 去酒樓 有分每天三餐都去茶餐廳吃 那你會不會每天三餐都去茶餐廳吃 不可以 酒樓有什麼 酒樓除了祖先 一樣是餅子和晚餅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是茶餐廳有常餐 有快餐 那為什麼不可以每天三餐都去茶餐廳吃 那你覺得你去茶餐廳就可以體驗到香港文化嗎 但去那裡只有一個城市 我和你講的有卡座 有地磚 有遙遙族醉的鐵風扇 那這些不是代表香港文化嗎 你去看酒樓的雕龍 雕龍、石獅子 你想想是廣東 而不是香港 有什麼同學 問回你了 剛才你和我們說 酒樓有很多事情做 那會不會更加多餐廳 會不會更加多餐廳 等一下 我和我們講建築文化 但是酒樓也有最多建築文化 我和我們將外國的玻璃生 融合著內地的聯繫 以及已經做了建築文化 我和你都會講內地 那香港酒樓的建築方面和內地 有什麼太大分別 你正面回應我這個問題 其實文化是說來自哪裏 其實都不關閉 主要是因為它的起源 其實不關閉 如果它之後都是和香港有關 那裏代表香港文化 是的 這間酒樓可以是誰建築特色 代表香港文化 你還沒有指出 但是我們講了很多東西 差在地 這些理由回應 是不是已經成功了 等等 哪裏的文化是要和本地人識識相關的 不是因為酒樓的建築 是廣東 那就是廣東文化 可以 所以我們沒有 教方法和時間共將 其方還有十四秒 請自由開出 一位環境的建築 首先 我們首先有一個 我們保證著廣州起源給你講 第二 你說這間建築特色 它是想到香港文化 但不是 這間酒樓你會想到廣州 你會想到角色各樣 香港有一個深圳 但你用到茶餐 你會看到那些 三方發展時間 都容易用進 之後 那邊的文化 建築 請再有各位 有沒有發現才想 便準備審法 現在是結論文化 七方建篇 有一分鐘時間 準備 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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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